今天Andy很開心 再捉到這位大亡人做訪問 為什麼他是大亡人呢? 因為他經常都很努力對著他自己的唱片 將他們重製推出 令大家可以聽到一些當年很好的歌 首先歡迎我們的嘉賓 阿Keef 你好 Hello Andy 阿Keef 又見了 又見了 我以前也訪問過阿Keef好幾次 阿Keef就是Rockin樂宜唱片老闆 但其實他近年也做了很多重製的唱片 今天我想說的就是劉文娟 1992年 一張個人發展之後的第二張唱片叫Blue 沒錯 這張唱片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其實是我最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向都喜歡一些比較文歌式的 或者是有少少藝術和文學的感覺 但我記得1992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樂壇是很偶像化的 《四大天王》或者很多K歌的出現 譬如當年劉文娟這張Blue 真的沒有什麼類型的專輯 在樂壇上 或者同不同意阿Keef 可能當年我選錯歌 應該選幾個 哈哈哈哈 但Blue這張唱片 其實我記得當時 有一首歌 其實大家聽了 哇 其實是一首夢奇緣的舊歌 叫《騙武騙語》 但是我不知道是你的意思還是柳文的意思 就是加了一些R&B 加了一些Rap詞 整件事多了一些西方的味道 亦都很文青 其實那首歌怎麼會出現到呢? 那首歌最主要的構思都是我的 是 因為當時有首英文歌 那首英文歌就用了另外一首英文歌叫《True》 用了音樂底 我覺得蠻好玩的 於是就是有這個 我用了夢奇緣的一首舊歌就是《騙武騙語》 將它改編 就是很近似這首叫《Set a Drift on a Memory Breast》 變成了就是騙武騙語的一項 但我的感覺完全不同了 因為騙武騙語其實好像一首結他文謠 但是這個片母片有一頂 《Deer》的感覺完全是R&B 那個感覺完全不同了 但是那首歌不單是你受過 我自己特別喜歡有一首改編自 當時日本有一個《海上絲綢之路》 有一個日本版的主題曲 改編成為一個廣東版 叫做《光略映》 加上《柳文馬生》也很清新 我其實也很喜歡那首歌 為什麼那時候KEEP你會這麼有趣 想不到這個 我覺得是音樂的交流 其實在外國找一些歌曲回來做 因為當時其實都很流行聽 那個日本一人一女的二人樂隊 叫做SENS S-E-N-S 我當時都很喜歡聽那些歌 所以選了他這首歌 給柳文翔 還有《中島美雪》 《雪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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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棒的 為什麼呢 這首歌還沒有出過 然後問人當年 是否你也想 問粉絲 這首歌還沒有出過 結果有粉絲回答我 是在一隻雜錦碟裡出的 不是夢劇院雜錦碟 是樂意唱片那些 《雪爺》 當時《雪他》的歌手 都在那裡 但是意思是 這個 performed 《雪爺》 aussie 英文 這首歌也沒有出現過 在劉雲娟的蝶子 ان bewe 這只是 加上《 joint wasRence. içli gross》 有更多過3種類型的版本 所以... 兩個版本的雪野, 哇, 不得了啦, 大家等到一個桌子彈 還有一首車站8.08分, 簡稱車站808 這首歌當年我很驚喜, 因為我初時以為是日本歌 但後來發現原來的原曲是加拿大, 有一個叫龍笛 其中一個, 是用長笛奏出來的音樂 我們剛才說了幾首歌, 變成一張專輯給人感覺很藝術感 所以買不到雙白金 所以這隻Blue對於夢劇院或劉文娟個人發展的里程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唱片 其中一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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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再出2024年的remake版, 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去買 多謝你 有沒有編號 這次也有 我看到這些人不僅要買, 還要買漂亮的編號 還有要買幾隻 有些Fans 我佩服你一件事 很多人說做一些重製, 或者混音, remaster的碟 都是要給別人一些特別的聲音 令人覺得跟原本的碟很不同 但我知道你做remake的理論 不是為了要告訴別人家味精 而是用新的科技, 將當年一些未做得那麼好的 這個會不會是你自己的一個很堅持 這個其實就是 為何我要做 要再翻出 以及我叫做remake 而不是remix 的原因 我當作是重新做過 因為 整個 目的是 將以前 三十幾年前 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的科技做到了 當時的瑕疵 現在就是 我 補償了 或者當時 因為 錄音技術有很多 限制 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可以做到 是一種 優化、進化 那會不會是每一張不同的碟 或者甚至每一首不同的歌 你去做這個重製的過程 都會有不同的技巧 而不是千篇一律這樣做 是啊 所以其實 我基本上可以說 當然我不是每天 做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 那樣 很多時候都花了四五個小時 但有時候一首歌 可能我是做三四天的 因為我做完之後 我會聽完之後 可能覺得 還可以好一點 我又會走去 再改動 有時候一首歌 可能是 超過一星期的 因為一路是改完又改 通常會在哪幾方面 會不會是 可能在人聲 或者清晰度 沒有定的 沒有定的 當我聽到 有些 這裡可以好一點 這樣 我又會 又來過這樣 但是真的聽得出個分別 因為就算有些人還沒買碟 可以很好的 其實Rockin 如果上你們的網站 其實每一張碟 都會有一個 短精算版的試聽 其實網站的版本 有時候我只在電腦 叫做headphone 甚至我不在電腦 只在電腦 都已經聽到 哇 像現在的歌 像現在一些 用近代的錄音技術錄的歌 有那種感覺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 剛才說的 柳文這個blue 不僅代表了 音樂路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一個圓滿的句號 可能我將來還有些改最不定 哈哈哈哈 講笑而已 講笑而已 我們remake 2.0 remake 3.0 這樣不奇怪 等我會有更新的科技出現 是的 我覺得買回來 不是只是一隻唱片 亦是一個誠意 一個努力 以及當年的回憶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了 多謝Akeem 好 Thank you